歡迎來到Ryu的自由演奏室 今天Ryu要跟大家聊最近很夯的動漫 王様ランキング 國王排名 小小的勇氣改變世界 國王排名是2017年日本網絡平台 MangaHack開始連載 2019年開始推出單型本 現在已經有11本了 動漫才剛播出3集 就引起了很高的討論度 Ryu這次也是觀眾留言推坑的 我睡前迷迷糊糊看了你的留言 然後去買電子版的第一集來看 結果一發不可收視 兩天就被我讀過11本 那我想要給這部動漫100分 畫風它沒有很華麗 是很簡單的同畫風 但是它是一部具有深度和勵志的作品 看完之後令人會沉思 建議大家在看前要多喝水 不然你會哭到脫水 今天Ryu專程來挖坑讓你陪我一起跳 我會沿著故事的劇情說 我的三個推薦你看國王排名的理由 1.巧妙的主手設計和世界觀 2.動漫的神編輯 3.沒有絕對的惡 其實這個世界比你想像的還溫柔 2.這一集會有動畫篇3集的小爆雷 請注意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巧妙的主角設計和世界觀 世界上有無數的大小王國 波斯王國第一王子 主人公的波吉 這個小王子呢 他出生就聾養 學上加說是波吉他身體異常弱小 連小朋友拿的那玩具件他都握不住 乏列的他被周圍看不久 國民都在暗地裡說他 沒有用的王子 每次出去都裸著身子回家 為什麼要裸著身子回家呢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說 民眾都圍在兩旁毫無顧忌的笑他 反正他都聽不見 波吉也表現出沒有一絲動搖的樣子 大搖大擺的裸著身子走回城堡 你說他是因為聽不見別人說他壞話嗎 不 誰也沒有想到 波吉呢他能夠透過敏銳的觀察力 用唇語讀懂別人說的話 所以看著自己的祭母 覺得他聽不見就大聲地刺著他 這孩子沒有擔任國王的資格 惡王子代打比他更適合 這叫人心痛不已 但波吉他還是忍住了 直到他回到了房間 一個人的時候呢才默默的掉下眼淚 還真的是 波吉 波吉這個名字呢 我覺得是來自日文的 一人波吉 波吉是孤零零的意思 這樣的王子他有個願望 那就是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王 也就是標題的國王排名第一名的國王 好加油啊 我們的小王子 上帝是在開玩笑吧 波吉跟國王完全就是 反義詞般的存在 你看他這麼小 所以這個巧妙的主角設計 跟這個世界觀呢 讓我一頁接一頁的看下去 很好奇說到底這個波吉他應該要怎麼辦 那波吉他也沒有告訴別人 自己其實聽得懂 因為自己想要說的別人也沒有辦法理解嘛 直到他遇到了影之一族的卡克 卡克一開始呢 只是想要利用波吉的善良 在他身上A種貴重的王子福拿去賣錢 說白的就是三賊 但是波吉呢 他很開心可以和卡克見面 因為卡克聽得懂波吉的語言 他嗷嗷嗷的 卡克都知道他想說什麼 所以明明自己的衣服要被拿走 對方是要偷自己東西的 可是波吉還是很開心 每一天穿著新衣服去見卡克 這個有點暖心耶 而且他一天穿的比一天還要厚 就想說這個卡克他拿比較大的衣服會開心 就穿跟自己很不合身的衣服 跑去見這個卡克 然後裸著身子回去被別人笑 這小王子的存在和善良 連卡克他都害羞起來了 說 這種類型是我第一次碰見的 卡克很好奇 他有一天就跟著波吉回去 後面發現 王子原來一直忍受愛罵 即使是這樣 王子他還是不放棄 想要成為國王的夢想 波吉的善良和勇敢的感動了卡克 讓卡克他發誓 不管有什麼事都力挺波吉和他一起冒險 動漫的神編輯 那我這一次呢是從原作開始看的嘛 就看了大概五六集之後呢才看動漫喔 漫畫其實就已經夠有類點了啦 但看漫畫呢跟看這個動畫呢 我覺得不同的是 我看漫畫的時候呢會把焦點放在作品的信息性 就一直往裡面挖看這個作者 他到底想要透過這個作品呢 告訴我們什麼嘛 有感動 但是不至於哭得稀哩花啦 就是那種看了一本呢會誠實的那種 那看了漫畫再看動漫 喔 神編輯 動漫其實有把前後做調整喔 動漫呢很看重這個鋪陳和丟包覆 可能因為我自己是有剪片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剪輯呢實在是很神喔 特別是第一集神作 你就當作是被我騙 去看第一集一集就好 拜託看一下 一點開呢就看到巨大的母親 和兔子般大小的波及王子 勾手約定喔 你要成為偉大的國王喔 一個畫面切換被眾人嘲笑的裸著身子的王子 然後 OP 哇這個OP KING NU唱的BOY 也非常搭配這個主題 先是耳朵先懷孕喔 接下來呢 劇中的背景音樂也配得相當的讚 喔對不起這個 編輯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Ryu就很興奮喔 還有就是 動畫的畫風呢 比漫畫美化了很多 如果你看漫畫 你覺得這個畫風呢 不是自己的菜呢 麻煩你看一部動畫 完全不同 就是這樣子 動畫整體的表現呢 很多這個情報量一次性的打動我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一種享受 那第一集的最後的大反轉呢 我特別喜歡喔 那波吉王子呢 他就站出來要和惡王子戴達比武嘛 戴達是誰呢 他是國王和祭母的孩子 那祭母就是剛剛罵波吉費的新皇后 新的母親喔 那除了這個祭母之外呢 有不少人認為啊 惡王子戴達呢 比波吉更有當國王的天分 就連波吉的 教他這個劍術的師父呢 都不支持他喔 就覺得惡王子比較適合喔 你說劍術就好了喔 惡王子戴達呢 他就相當厲害 小小年紀呢 他就把國家的兵長喔 給打敗 不得不辭職 很丟臉 被一個小王子給打敗 你說 一個玩具劍都拿不起的波吉 他能夠打敗人家嗎 看了我就覺得 完了完了要被打死了不行 這怎麼可以呢 怎麼行呢 很多人呢 就跑過來圍觀說 惡王子跟這個第一王子呢 要比武了 得意的惡王子就露出 你完蛋了的尖笑 用力一揮啊 結果 波吉竟然給閃過去了 PGM響起 自在急功嗎 各種迴避之後 輕輕呢 把木劍呢 敲在惡王子的頭上 每一個人都嚇壞了 包含在這個鏡頭面前的我 我的淚水呢 也跟著一起溢出來的各位 雖然漫畫呢 這裡我已經看過了一遍 但是情緒還是很高昂啊 我很興奮 波吉王子呢 因為他敏銳的觀察力喔 自己雖然他沒有力 沒有力氣 去傷害別人 但是別人的動作 他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但只有迴避呢 在比武是不行的 他就被師傅的 用手與殘酷的 削了兩句 那不是國王該有的劍 然後 就被一頓打 我最喜歡的螢幕呢 是第二集 被打得全身傷的波吉 他心裡也受傷了嘛 他就伸出手呢 要嘗試去拿那種劍喔 他知道自己沒有力氣 知道自己不行 但是他還是不放棄 因為有夢想在 他弱小的身體 這個事實還是改變不了 少一個人的倒下來 然後在那裡哭泣喔 那這全都被影子卡克看在眼裡喔 他叫了一下王子 王子呢就很含蓄的擦淚擦眼淚 想要掩飾自己的軟弱 影子告訴他 不用撞了 我挺你 剛才的比武呢我都看見了 我覺得你的做法沒有錯 不管別人怎麼說 我都會站在你這邊 第一次有人站在自己這邊 這是波吉襲擊而泣 這時他還不忘記 給這個卡克關懷喔 看了一下左右 然後指了一下旁邊的寶藏 意思就是 這些你都拿去吧 但是影子呢 他已經決定不在 波吉身上呢 拿走任何一樣東西 這一次呢是以朋友的方式 在身邊想要支援他 沒有絕對的惡 其實這個世界 比你想像的還溫柔 這部動畫最大的特點 就是沒有壞人 欸 六你剛不是說 所有人都好像在欺負這個波吉嗎 看起來是 但實際上 紀姆的西林也好 師父的多瑪斯也好 連看起來就是一個反派的角色 怎麼看都是反派的角色 都不簡單 大家呢 都有自己的行動動機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 說說紀姆的西林就好了 西林的日文是叫 就是治癒的意思 其實一開始聽到這個名字呢 我就覺得這個人 他嘴巴是壞 但他一定有善良之處 因為這個名字就是這樣了嘛對不對 其實啊 紀姆呢 他非常疼愛 不是自己親身骨肉的波吉 被自己兒子的惡王子 打得全身傷的波吉呢 就是 西林他在夜間 偷偷的來到他的房間呢 用魔法幫波吉治療的 那這又是另外一個大反轉了 通常紀姆都是壞的嘛對不對 尤其是不是自己親身骨肉的孩子 都會就欺負人家 但這一步沒有 看著波吉呢 跳下窗 這個西林呢 他毫無顧忌的 自己也跳下去 想要去救這個波吉 就大喊 完全是出自於母愛哦 那為什麼他不支持波吉當國王呢 因為 愛著身 所以管得嚴啊各位 這是過度保護 他不想要看到 落小的波吉呢 受苦 就想要看他 就幸福的 過日子嘛 那面對波吉 哭著想要去環遊世界呢 你看他母親的糾結 這讓我想起自己想要來日本留學的時候母親的反應 這裡真的很暖心哦 我相信呢 不少母親都是這樣子的哦 嘴巴是壞了些 但是呢 是打從心裡去愛這個孩子的 就算不是自己親身的 母親付出的也是真愛 就是這樣 國王排名這部動漫 每個角色的行為呢 都有他們自己考量的角度 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哦 那我們在看這種片的時候呢 尤其是主角他有天生的缺陷 我們恨不得他被別人欺負 這樣子呢 我們才有東西可以罵嘛 哎呀 你這個不行就欺負他 然後我可以替他加油 讓你去 就是評價這個世界有多壞 但是很抱歉哦 國王排名呢 想跟你說 其實這個世界 比你想像的還溫柔 對不起自己進入OP 那我看國王排名的時候呢 我發現我流淚 並不是因為波吉他弱小 卻又這麼努力 是因為他內心的強大感動了我 我不可憐他明明是巨人族 還這麼小不點 對我來說 波吉他是名副其實的巨人 他的內心世界就住著巨人哦 我崇拜波吉 同時的覺得自己缺乏這樣的勇氣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感動的地方 好啦 被我這麼說 大家是不是也想看了呢 劇情的發展 雖然說是有明確的目標 那就是當海賊王 不是 是當這個偉大的國王嘛 但我一開始也以為 他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中世紀的宮廷劇哦 但沒有想到呢 他還混入魔法啊 巨人啊 惡魔等等奇幻的部分 波吉這麼小 身體虛弱 但他其實是有原因的 這裡呢 我就先不爆雷 或許有一天波吉會覺醒 變成原本他應該有的樣子 還是永遠就是這麼小的這個王子 他要怎麼打動世界 讓這個他的國家 讓他成為排名第一名的國王呢 這些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劇情 好啦 今天的推坑影片就和你分享到這裡 希望這個小小的勇氣呢 能夠改變大家的世界觀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